本地景点及日企只允许完成冠病疫苗接种者进入 有业者表示生意少了两成 也有花圃为了安全起见 不允许未接种疫苗者进入 一些公众不知情而扑空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这个家庭的四个成员 中午乘船由新加坡和 两名未接种的孩童虽然可以随行 但必须分组座 不能和父母相互交流 据售票站支援说 平均每十名顾客中 具有两个没有接种疫苗 业者允许他们改期乘船 另外学校年终假期将至 人流估计增加三成 科学管和雪城表示 已做好准备 安排了差不多五到十八 先增加这个人手 可是这些全部是从不同的单位 的工作人员 就是到到这个前台 然后就是帮助他们 把这个顾客们 就是迅速的让他们来参观 旅游局授寻师表示 经典是人流量高的封闭场所 公众动留的时间也长 因此有必要实行 疫苗接种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 旅游局表示 当局将加强执法 确保业者遵守安全管理措施 根据法令 出犯可被罚款一万元 或坐牢长达六个月 或两者监失 重犯刑罚将加倍 业者也可被令暂停 或结束营业 此外 在三八旺这家花圃 也要求访客 出示接种疫苗证明 才能进入 多个顾客被 因为没有打完两只针 所以不能够进来 被聚接到门口 他们也会感到很惊讶 不过由于这个疫情关系 他们也理解了 业者坦言 这么做 也让他们倍感压力 因为更严格的措施 会导致生意儿 进一步下挫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